各位朋友大家好 天启皇帝朱幽教到底是怎么死的 最多人的说法是他曾经不小心落水 由此就落下了冰根 或者说是引起了救急 没多久就驾崩了 这个死云呢 大家听起来是不是有点似曾相识 想当年的郑德皇帝也是落水以后落下冰根 然后不久就去世了 说起来天启皇帝可能比郑德皇帝还要有点尴尬 因为郑德皇帝毕竟是在野外细水的时候 他是在青江浦细水 那是一块他并不熟悉的水域 而天启皇帝落水的地方就是在西院 那是在他的皇家园林之中 西院总共有三块水域 分别是中海南海和北海 明朝的时候那都是皇家的后院 郑德皇帝落水的时候 他最得力的太医并不在他的身边 而天启皇帝落水的时候 整个太医院就在他的旁边 就这样依然没有能够得到及时的救治 以至于落下了病根 而且天启皇帝驾崩的时候只有23岁比郑德皇帝的30多岁还要年轻一些 这样的死法确实不禁令人生疑 在联想起天启皇帝期间宫内宫外波轨云厥的政治斗争 不禁令人怀疑天启皇帝之死的背后会不会有什么阴谋 当时的东临党被魏忠贤的燕党打的是奄奄一息 而天启皇帝我们讲过又是燕党的真正的后台 东临党人会不会是孤注一掷 不惜弑君来夺回他们曾经拥有的权力 天启皇帝驾崩以后最大的受益者 无疑是他的弟弟崇祯皇帝朱尤俭 那么在天启之死的背后会不会有崇祯的参与 曾经的兄弟情深在政治面前是不是变得不堪一击 还有那个魏忠贤 据说他已经找了他的侄子魏良卿的孩子来冒充天启皇帝的儿子 他是不是已经觉得天启皇帝不好控制 想扶持一个另外的傀儡 来保持他九千岁至高无上的地位 据说天启皇帝在去世之前 曾经引用过一种叫灵鹿饮的饮品 而这个饮品就是经魏忠贤之手竟献上来的 天启皇帝到底是怎么死的 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天启皇帝之死之谜 咱们先来说说落水这个环节 天启皇帝落水的经过 几本野史书的记载基本上是一致的 大概的落水经过是这样的 在天启年间的某一天 在忙完了宫事以后 天启皇帝与魏忠贤且是 及几个太监一起到西院游玩 最早他们都是坐在一个潜水处的大船上 饮酒作乐 后来玩性很重的天启皇帝想划划小船 于是呢他就与另外两个小太监 一个是大太监王体前手下的小太监叫高永寿 另外一个是魏忠贤手下的小太监叫刘思源 王体前也是魏忠贤的手下 这两个小孩当时也就不过十七八岁 他们两个就陪着天启皇帝 划着一夜小舟离开了大船 魏忠贤和且是依旧在大船之上隐悦 天启皇帝玩得很开心 终于可以摆脱了复杂的潮市 可以在这里享受一下简单的生活 他一边划着船耳边甚至响起了那熟悉的歌声 让我们荡起双脚 不知不觉之中 小船就划入了湖中的深水区 突然一阵怪风刮来 天启皇帝猝不及防 他又不善划讲 小船倾刻间翻覆 三个人都掉入了水中 远处大船上的魏忠贤与且是 也看见了这一幕 当时他们是大惊失色 魏忠贤虽然不会水 但仍然一猛子就跳入了水中 但他们毕竟距离这天启皇帝落水的地方 实在是太远了 根本来不及 就在这时候 距离天启皇帝落水的不远处 有一个人跃入了水中 很明显这个人的水性非常好 很快就游到了天启皇帝的身边 将天启皇帝附上游到了岸上 这个人叫谭靖 他也是名太监 是宫中的管事 天启皇帝马上就得到了及时的救助 性命是保下来了 而那两位小太监则淹死在了湖中 清朝时期的宗使爱新觉罗昭连在他的消停序录中曾经提到了这件事 说天启皇帝为这三位太监在迎台建了海神祠 那刚才说的不是两位吗 怎么变成了三位呢 有可能是当时天启落水以后 与谭靖一起去救天启的还有另外的太监 在救助过程中有一名太监不幸溺水送了命 从这个记载上我们也可以看出天启并不是一个薄情寡幸之人 他还是记挂着那些曾经帮助过他的人 即便他们不过是卑微的太监 而天启皇帝之所以给他们这么高的领域 很有可能高永寿和刘思源这两名小太监在落水以后 曾经试图去救过天启皇帝 所以天启皇帝给了他们这么大的领域 整个落水事件虽然说是个意外 但看起来还是比较正面的 但偏偏有人将他低俗化 这就是那本后来被后人经常引用的野史书 叫《天启公辞》 作者不详 有人说是秦兰征 有人说是蒋之鞘 也有人说是陈宗 这三个人不管是谁 身份最高的可能就是秦兰征了 在当时也不过就是一个处生 差不多是一个秀才之类的角色 这一辈子恐怕连紫禁城的边都没沾过 但他居然写出了很多的宫伟密文 这样的书在当时其实就是属于香艳丛书 不过只是有幸流传到了后世 被后世的一些人善加利用 滑住取宠 按照这部书的记载 天启皇帝和小太监高永寿 那是有一段情的 也就是说天启皇帝原来是有断绣之痞的 两个人在小船上玩得太嗨了 才导致小船轻浮才有了这次意外 所有关于天启皇帝炼蓝色的记载 都是出自于这部书 所以实在是不值一变 在我看来这就是一本侥幸留存下来的烂书 关于天启皇帝落水的过程 几部也史书的记载都基本上是一致的 但落水的时间则有很大的不同 刘若瑜的卓中志说 落水的时间是发生在天启五年的5月18日 文炳的先波至史则则说是发生在天启六年 还有一部史书 干脆说的是发生在天启七年 天启总共就执政了七年时间 那如果说是发生在天启七年的话 那也就是距离天启驾崩没有多久的时间了 落水时间的不同 除了有可能是作者搞错了以外 还有可能是人为的因素 就是故意的 因为落水的时间与天启皇帝去世的时间越近 就能够更加有力的说明落水与天启皇帝之死是有更紧密的关系 如果按照有的也史记载天启皇帝是在天启七年的八月落水的话 而天启皇帝驾崩就是在八月中 那这样的话天启皇帝的死肯定就与落水有着脱不开的干系 那天启皇帝到底是什么时候落水的 是天启五年六年还是在他去世以前 首先我们可以排除天启七年 按卓中志记载天启皇帝是在天启七年的五月初六以后就感觉到身体不适 从那以后一直到他去世 他就再也没有上过朝 而按照正史明西宗实录记载 天启皇帝最后上朝的时间就是在天启七年的五月 那也就是说他在天启七年八月份的时候已经是病体沉重 绝对不可能去西院游船的 自然也就不会落水 落水的时间只有可能是卓中志记载的天启五年五月 以及先波志史记载的天启六年 先波志史的作者叫文炳 文炳的父亲文正梦是崇祯朝的大学士东林党的领袖 文炳也是民间所称的江南四大才子文正明的玄孙 大家知道江南四大才子就是唐银 文正明 朱允明 以及徐真青 因为他本人身上的东林党的色彩 所以我们在参考他的资料的时候 就必须要考虑他的立场问题 卓中志的作者刘若瑜 虽然他的立场也是反魏中贤的 但在一些并不非常紧要的基数中 他的记载还是可信的 而且与正史中的记载能够相互吻合 所以天启皇帝落水的时间 很有可能是《卓中志》中所记载的 发生在天启五年的5月18日 到了天启七年5月份 整整两年以后 天启皇帝才突然感觉到身体不适 难道这也与那次落水有关吗 难道是天启皇帝的反射弧真的是如此之长吗 就好比是已经灭绝的恐龙 据说恐龙的灭绝就是因为反射弧太长 你七天前在他的尾巴上剁了一刀 他七天后才想起回头骂你 后来他也不骂你了 发现他的尾巴已经痊愈了 所以很有可能天启皇帝之死 与他曾经落水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这可能也就是为什么 不管是明史还是明西宗实录 都没有记载天启皇帝落水这件事情 只字未提 很可能是这些书的编撰者们也认为 落水这件事情并不重要 与天启之死更是毫无关系 那如果与落水无关 天启皇帝又是怎么死的呢 会不会是被毒死的 据说在他去世前 曾经引用过一种叫灵鹿饮的东西 会不会有人在这个东西上下毒 要了天启皇帝的命呢 将灵鹿饮这种饮品推荐给天启皇帝的 是当时的朝中兵部侍郎霍维华 霍维华也是燕党 燕党可不都是太监 很多的朝中官员都是燕党 看到皇帝的病情一天比一天沉重 霍维华就向魏忠贤推荐了这种饮品的制作方法 大家记住了 他只是推荐了方法 而具体的制作是由魏忠贤照方抓药进行的 据卓中志记载先帝初进服树日一决甘美 凡有圣者即颁刺王体贤等分饮之 随泪臣之鉴亦得于永贞直房屡瞻鱼粒 是说天启皇帝最开始应用的时候觉得还很不错 病情好像也有所好转 而且这个东西味道甜美 天启皇帝吃了以后感觉很好 做的太多了自己吃不了 天启皇帝还大方的分给下面的太监 像王体前以及卓中志的作者刘若瑜也有幸分得了一点 吃了差不多有半个月 那么这个零露瑜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在卓中志中对这种饮品的制作方法有非常详细的描述 简单的概括一下 这种饮品的主要原料就是大米 那一套复杂的制作工艺 听起来就像是我们现在常用的蒸馏器 所以通过这种方法制作出来的饮品 很像是我们现在所吃的米汤 米汤虽然治不了什么病 但肯定没有毒 那么是不是在制作工艺中沾染上了一些有毒物质呢 霍维华推荐的是使用银器来进行蒸馏 而魏中贤则将其改为了金器 金器肯定是不会有毒的 要不然的话 那些富豪们也不会用金叶来装饰食物 而且这种零露瑜并不是天启一个人在喝 很多太监们都喝 刘若瑜也喝了 都活得好好的 天启皇帝后来也不喝了 据卓中志记载 先帝因禁服日久 显水汪汪的 随传御药房不必征进 自此以后 盛样日增无减 日渐浮肿 朱药尽易失效 就是说天启在停用了这种饮品以后 病情反而是日渐沉重 全身浮肿 而且吃了很多太医开的药也没有任何效果 就这样最终移命归西 既然提到了太医院 咱们就先跑个题 多说两句 经常听到有人说太医 也有人说御医 那太医跟御医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其实啊 御医是太医中的一部分 太医院的那些人都可以称为太医 但只有极少数的人可以被称为御医 在明朝的时候 太医院可能有几十人上百人 但御医也不过只有四人或者是十人 御医我们可以理解成是一个技术支撑 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主人医师 同时呢 他也是一个行政支撑 在明朝御医是正八品 那御医是不是太医院中级别最高的 从技术支撑上来说也许是 但从行政级别上来说 那就远远不是了 明朝的太医院最高的行政长官是院士 此外还有院判 院士是正五品 院判是正六品 所以太医院也是一个官场 在明朝它属于文官体制中的一部分 而在明朝的大部分时间内 都存在着文官集团和皇权的相互斗争 这样太医院也就无可避免的卷入了其中 那么大家可想而知 如果这些所谓的专业人士卷入了政治斗争之中 那么他的专业性就会受到质疑 他的水平自然也就大大折扣 据万利也获编记载 当时民间流传着几大不靠谱 其中之一就是太医院的药方 明宪宗时期有一位太医叫刘文泰 他的级别非常高 是太医院的院士最高行政长官 但这个人并不是热心于钻研医术 而是功于权术 四处的跑弯就想着升官 后来明宪宗逐渐身病了 其实就是有点腐泻 明宪宗还特意传下旨意 说朕这两天有点腐泻 过两天就好了 对此刘文泰表示不同意 你说好就好啊 你先吃我两副药试试 果然吃了刘文泰开的两副药以后 朱建森就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 没过几天 原来的上不愈就改成了上大剑 也就是说病危了 再过两天就病逝了 当时就有朝臣参论刘文泰一闻 说他投计乖方至勋献宗 就是说他下错了药 继位的是明孝宗朱又称 朱又称也没把这刘文泰怎么样 只是把他从院士贬为了院判 从正五品到了正六品 很快刘文泰就报答了明孝宗 没过多久明孝宗也病了 这次病更不严重 不过是感冒而已 这次明孝宗也大意了 忘记了他父亲的教训 也对群臣说 说朕条例两天即可痊愈 这话估计又让刘文泰知道了 刘文泰说专业的事情还是应该交给专业的人来办 于是连明孝宗的面都没见 就给明孝宗开了药 让明孝宗按时服用 明孝宗果然也是不负所托 吃了几副药以后就嫁了崩了 这可是一起严重的医疗事故 当时的英国公和御史们就弹劾刘文泰 要以大不敬的罪名致刘文泰死罪 但当时朝中的大学士李东阳和谢迁和刘文泰都是好朋友 所以百般周全 最后刘文泰只是以结交内官的罪名判了一个戍边 继位的郑德皇帝虽然不乐意 但当时的文官势力巨大 他也是无可奈何 文官们就告诉郑德皇帝 这不是什么大事 不就是致死了两个皇帝吗 你能好好当你的皇帝 不要当医闹 感觉上明朝的皇帝最好不要生病 因为只要你敢生病 太医就敢把你致死 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寿命长 那是因为他本身的身体的基础好 想当年要饭的时候能把全村的狗都累死 明成祖朱弟一生戎马四处争杀 也没有时间得病 所以寿命也比较长 到了家境万利 他们秉承的信条是宁可多吃丹药 也要远离太医 所以他们的寿命也比较长 其他的皇帝就没那么幸运了 皇帝无疑是特权阶层 人家去看病去抓药是不用挂号的 太医院就是专门为皇帝服务的 所以皇帝不用挂号 可以直接挂了 从太医院与皇帝之间的关系 我们也可以看出 明朝的皇帝与文官之间的关系 由于二者关系长期的对立 所以君臣一体已经变成了一种奢望 双方是相互着防范 甚至是相互的残害 站在皇帝的立场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理解 为什么皇帝这么信任太监 这点我们从朱油教落水这件事情上也可以看出 朱油教落水的时候 魏忠贤不顾自己的命 跳入了水中去救他 最后将朱油教救上来的是太监谭静 为了救他丧命的三个还是太监 那对于朱油教来说 相对于朝堂上的尔虞我诈互相伤害 他更会相信谁 更会倚靠谁 在文官们的眼里 太监们都是一些不健全的人 更是不孝之人 儒家讲身体发福 受之父母不得损害 太监们却隔去自己身体的一部分 去伺候皇上 而自己的家族却不能传宗接代 不能祭祀祖先 这对于文官们来说是大不孝 但对于皇帝来说 太监们却是他可托付之人 这也就难怪朱油教临终前 将魏忠贤托付给朱油教 而如果我们站在文官的角度 文官们也会觉得自己很委屈 你大明朝的皇帝 什么时候把我们文官当人了 朱元璋时期滥杀功臣 滥杀文人 制造了几场大狱 后面的皇帝一言不合 就把我们摁在地上 脱了裤子打屁股 你们这些皇帝 什么时候把我们当人了 孟子云 君之士臣如手足 则臣之士君如腐心 君之士臣如拳马 则臣士君为国人 君之士臣如土戒 则臣士君为寇筹 在这里 君也代表着国家 而臣也代表着国民 这也就难怪 当这个王朝即将灭亡的时候 这个王朝最后的皇帝崇祯 会发出大臣皆可杀的母后 而陪伴他自已于井山之上的 还是只有一名太监 南宋崖山之战 十万军民和他们的皇帝 一起投海自尽 他们以这种决绝的方式 表达了他们对这个王朝 对他们以往生活方式的不离不弃 正如当夏天死的时候 所有的河都殉清 这是一种宁为玉碎不愿瓦全的精神 这种精神首先源自于 人类对自身自由生活的向往 而当历史进入了元明清以后 人们会看到街上的人 脸上的笑容少了 他们走的也越来越慢了 并不是因为他们身体有什么问题 而是因为他们都带着枷锁 他们不再是自由的人 而只是一群奴隶 不好意思 有点跑题了 所有的犯罪都需要有动机 杀人更是如此 那么如果说朱优教士被害的话 那谁最有杀人动机呢 有人说是魏忠贤 说魏忠贤计划 用他的侄子魏良清的孩子来冒充皇子 据说这件事情 魏忠贤还特别的去和张皇后商量 给张皇后开出的条件是 可以让他在西宗驾崩以后 临朝听治 但遭到了张皇后的坚决反对 这件事情也就只好是不了了之 这段记载出自于我们刚才提到的那部史书 文秉所著的 关于这段记载稍稍分析一下就觉得非常不靠谱 张皇后与魏忠贤且是在政治上是对头 魏忠贤他们怎么会将自己毛拳篡位 这样一个惊天的阴谋告诉张皇后 而且如果张皇后不同意 他们难道就不担心张皇后会禀告皇帝吗 而且在张皇后不同意以后 魏忠贤他们并没有下一步的举策 这件事情就这么过去了 这又怎么可能呢 这是毛反呢 要么是不做 要做一定要做彻底 如果不做的话 至少也要杀了张皇后 不能让这件事情泄露出去 再有很简单的道理 我们说过 燕党实际上就是帝党 燕党的党领实际上并不是魏忠贤 而是朱油教 魏忠贤怎么会杀了自己的党领 而且朱油教落水以后 魏忠贤的表现 大家也可以看出来 他奋不顾身的下水拒咎 也说明他并不希望朱油教死 而事实上也是 当朱油教驾崩以后 朱油俭登基 魏忠贤基本上是束手就擒 并没有什么反抗 这完全不像是一个早就意图谋反人的所谓 那么如果不是魏忠贤 会是后来的崇祯皇帝朱油俭吗 应该也不会 第一朱油俭与朱油教 兄弟二人感情非常好 这方面的具体内容咱们以后再谈 第二魏忠贤当时已经完全控制了宫内宫外 特别是后宫 作为一个藩王 朱油俭根本就没有能力在后宫做这样的惊天大案 第三是不确定性 虽然说按照朱元璋的皇明祖训 胸中弟吉 虽然说天启皇帝只有他这一个弟弟 但别忘了万历皇帝还有好几个儿子活着呢 他最喜欢的福王朱长巡还活着呢 也就是说朱油俭还面临着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 这些人也是有继承皇位的资格的 虽然说顺位是在朱油俭之下 但如果朱油俭有任何的疏漏或者被人认为他有什么疏漏的话 他依然会失去皇位的继承权 那么如果不是魏忠贤不是朱油俭的话 那是文官集团吗 不能排除文官集团中会有一些极端分子 他们希望杀掉朱油教以后让朱油俭登基 而朱油俭的行为举止恰恰也正好是他们希望的样子 事实上也是朱油俭帮助了文官集团 完成了对燕党的大清洗 所以从逻辑上讲 文官集团中的某些人谋杀了天启皇帝 这种可能性是有的 但杀死皇帝 这很可能只能是某些人的良好愿望 杀人是需要实力的 当时魏忠贤的使力已经控制了宫内宫外 包括太医院 没有了太医院 文官集团就很难下手 所以说文官集团弑军只存在一种理论上的可能 就像中国足球要出现一样 综上所述 天启皇帝最大可能还是病死的 其中并没有什么阴谋 相比于天启皇帝之死 我们可能更多的疑问在于 如果天启皇帝不死的话 他会不会惩治魏忠贤 如果他不死的话 明朝的国座会不会多延续几十年 如果他不死的话 会不会还会有满清入关 会不会还会有扬州三日家定三徒 会不会还会有文字语 会不会还会有鸦片战争 人类的历史有时候就像人一样 一步错 步步错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收看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这里是风夏杂谈 富安可 为您带来有温度的历史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